美国南加州华人社团联合会 12月15日在西考维纳市张祖九府邸 举办新年联欢会 即第五届美中圆桌论坛 中国驻洛杉矶总领馆副总领事戴双鸣 洛杉矶县县政委员会主席凯瑟琳巴格 以及南加华联成员单位近150人参加 办这次活动的主要目的 就是为了感谢所有的朋友们 一年来为美国华人社团联合会 南加州华人社团联合会的社区活动 所做的所有努力 我们庆祝我们所取得的成绩 我们也展望未来 在这里我作为这次活动的主办方 感谢各界朋友的大力支持 感谢所有美华联各位会长的 辛勤付出和无私奉献 在这里我们今天除了一个 大家庭的活动以外 还有一个中美援桌第五次论坛 请来了我们洛杉矶郡长 Catherine Barger给大家讲一讲 洛杉矶有哪些资源可以给华人利用 有哪些资源给广大社区朋友们利用 另外也请了我们人口普查局的专员 来给大家讲一讲 2020我们为什么要进行人口普查 华人尤其是我们新一代的移民 在这次普查中 为什么要广泛的参与 对华人的争取权益 对华人在主流社会里面 争取我们所应得的权益的重要意义 那么今天大家是吃百家饭 凭百家胃 体现了大家庭的融入 融入一起 这么其乐融融的这么一种精神 感谢各位朋友的大力支持 新年联欢活动 由南加华联理事长陈慧毕主持 南加华联荣誉主席张素久 南加华联主席郭颂 和中国驻洛杉矶总领事馆 带双明副总领事先后致辞 张素久在致辞中 回顾了南加华联的发展历程 并特别提到 前不久举办的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70周年的系列活动 以及参加好莱坞大游行活动 他表示 南加华联非常团结 和其他兄弟社团 也保持了良好的关系 他希望在新的一年 要把这些精神传承下去 带双明表示 他是第一次到这个院子里 参加家庭式的聚会 感到很开心 感觉到南加华联 就像一个大家庭一样 大家每个人都很放松 这应该是 乔团应有的气氛 在即将过去的一年 在南加华联主席 郭颂的带领下 在各位乔里的支持下 为社区和乔界 做了很多工作 对总领馆的工作 也给予了积极支持 他代表总领馆 对大家的辛勤付出 表示感谢 对南加华联 一年来所取得的成绩 表示祝贺 那么今天这次的论坛 和以往的区别 主要是有两个不同点 第一个就是我们在 涵干的主题的数量上 第二个就是在举办的地点上 过去以往的论坛 通常都是一个主题 围绕着一个议题 来进行讨论 今天我们有三个主要的议题 第一个就是与主流社会沟通 我们会直接跟这个洛杉矶郡的郡长 也是县政委员会的主席 凯瑟琳巴格 直接面对面的沟通对话 这样的话呢 我们不仅可以了解 洛杉矶县可以给民众提供的资源和服务 而且呢 我们也可以进一步了解 它的执政理念和一些未来的计划 那么另外第二个主题呢 就是我们邀请了联邦商务部 人口普查局的这个专员 给我们讲这个人口普查的事情 每十年一次非常重要 我们华人也不能落后 第三个这个主题呢 也是当前的一个热点话题 就是关于区块链 论坛活动由南加华联监市长 林连连主持 论坛上 洛杉矶县县政委员会主席凯瑟琳巴格 介绍了洛杉矶县的基本情况和资源 联邦商务部人口普查局专员 史奈利等 介绍了人口普查的基本情况 及华人社区积极参与的重要性 区块链专家陈江 介绍区块链技术 对知识内容平台的影响 全美电视台记者采访报道